怎么讲啊 脚步的 所以他就觉得 世尊既然是不凡的人 为什么会讲到自己好像很平凡 跟我们这些众生一模一样呢 他就听常理来讲好像不对劲 我就跟他讲 有些事情不是纯常理就能 怎么讲解决的 因为我们的常理是人类的常理 就有限 我就跟他做一个比喻 就蚂蚁的常理就是他的女王 他的巢穴 然后他知道的世界就是这么多 他不知道我们有月亮有太空 有三千大千 但是我们人类的常理 确实是可以去到月亮可以去到火星 然后我们的常理比他还阔 那世尊的常理肯定 比我们的常理那根本就是千倍而不止 所以就这样跟他讲 对于我们去看世尊的状况 对 好 好的 好 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这个蛮难回答的 我就跟他说 我们中国有一位常识说 狗只有佛性无 好像有一个公案是这样的 就是狗有没有佛性 对 这个问题我当然本人也不是读很多 就是很表面 所以我只是跟他说 这个问题已经被提过了 我只能说的是 在实际运用来讲 当然你杀一个人和杀一个蚊子 那个法律制裁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有法律制裁嘛 你杀蚊子没有人会抓你 但是你杀人肯定会抓嘛 这是常理 但是 你杀的时候 那个心肯定是怨恶 至少是怨恶了 然后怨恶生机就恨了嘛 那当然 这个怨恶的心 我们佛教肯定是讲英国的 我们佛教基础是以英国为主 那既然讲英国肯定有英有国 等等终究有缘 这样你这个做法 虽然杀一个蚊子跟杀一个人不同 但是你有这一个心 它就会延伸了 当然我说的很远了 平常人都会杀蚊子 但是他不一定会杀人 但是 与其给自己加更多这些不必要的苦难 就是说我们人生不顺的事情也很多 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再加更多 这些障碍呢 就是从一个知识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尽量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就会避免了 对了 为自己着想 对了 你就说不要想慈悲他什么 因为我知道蚊子很讨厌 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蚊子 但是 对啊 最低限制了 就是你可以不必要 增加麻烦就不要加麻烦 就这样子 对了 不要接这个恶元 对对 就是不要接恶元 当然 就是说 他投胎为蚊子 他善恶道 他有他的业力 所以你蚊子 他在他受报的这个鹰鹉当作 他就局限在他这个夜暴身 对了 那你蚊子能做出什么贡献来 就什么价值 套劳事件 他就是在那里 他就是在那里 夺了畜生道 然后就在那里受报而已 对啊 但是人他是在山上道 他还是可以产生价值 嗯 哦 他还可以修行成佛 哦 所以从 从本性上 人跟蚊子 那本性是一样的 是吧 对啊 可是他这一生的一个果报 啊 他的夜暴身不一样 嗯 他能产生的价值 当然是不一样 嗯 对啊 这个是局务事论事嘛 对 当然你说人 那他假如 心地不好 那他造的业 那一定比蚊子多太多了 危害比蚊子强 不止百倍 对啊 他假如是善心 那他做的善事啊 成就啊 那当然 蚊子在那个夜暴身也很难到 嗯 嗯 我有提出那个蚂蚁 其实都是做蚂蚁啊 那个故事 那他 而且他是鱼翅龙 嗯 对啊 他 他就认为那个身体是大了 走不了 他就 他就一直 开了 嗯 带了七个佛 我就跟他讲七尊佛是怎么一个概念 就是 很多很多一年一次才有佛出世 然后佛 露涅槃 根据每个众生的福报 有长短 中间还不是这么简单哦 还有一个很黑暗的时期没有佛法的 你还要隔很久很久 然后才另外一个佛出来 包括我们这一尊佛也是 我们这尊佛也是一样 所以他讲这个七尊已经这么久了 还还在这边就是很难出去 对了对了 嗯 就给他一个概念 就是他也是很精明的一个 一个一个孩子 就 就非常专注 我就看到哎 厉害这个 很会思考的 很会思考 然后非常聪明 感觉都很聪明 哦 好 第三个问题呢 呃 我还是以四为主 就是 你消息剧 那个是走序 然后你不这样做 你会害到其他人 那你应该做 但是你说罪不罪恶 那肯定是 杀生肯定 无法避免 这个 我们在这个时间 这个有比较无悔的时间 不可能 做到干干净净十全十美 包括吃素也是一个概念 你讲那些稻米 你种稻的时候 不会有 其实我也没讲到那边 就是跟他讲 呃 就是我们的 连喝水你都 对 喝水啊 种稻米啊 你都会杀了很多 虫嘛 因为很多人就是跟我们这些素食者 吵就吵这个 你说吃肉也是有罪 但是那些植物里面那些虫啊 植物本身也不是有见闻 不是有觉知吗 你看有科学实验验证啊 你们这些 呃 什么植物的矿物 他会他会有反应啊 那你吃了他们 他们不痛苦吗 那我刚才讲 如果我可以不吃饭的话 我当然不吃啊 那阿罗汉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啊 但是我们不是阿罗汉了 我也跟他们讲三国圣人 佛教里面 原始佛教里面三国圣人 他走在地上的时候 是不会踩到土地的 因为他的那个清净 清净的那个修道 已经修到那个程度 他做什么 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杀到 不会伤害到终神了 对 所以要杀业 对 很自然的 不需要特敌 对 对 就这样跟他讲 对 很好 第四呢 第四 第四我就跟他说 我们阿弥陀佛是由世尊教讲出来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了 所以 我大概介绍一下阿弥陀佛为什么 会存在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是净土法门 然后佛教不只是净土法门 佛教有很多中派 那是因为大家 好像大学有很多科 有理科 有文科 理科里面又有 生物学 物理学 化学 那我们佛教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了解程度 你当然要 跟人家讲不一样的程度 不可能一口气就 跟大家讲一模一样 那阿弥陀佛本人为什么这么出名 本尊为什么这么出名 在佛教界里面那个是 特别出名的 在中国 佛教啦 越南啦 韩国啦 日本啦 因为他本人的愿太大了 而且他的能力 他能 他不是能力 他的那个门槛 给我们设到非常 已经是不能再低了 但是他给我们的回报 又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低 因为每个人 世间的想法就是 哦 这样便宜的货 肯定没有好货嘛 那你当然是越昂贵越好嘛 那我们的这个特别就是在于 他虽然进去好像相较其他的容易 但是回报那是够力了 不是很够力 回报很厉害 就是我们有能力马上做到像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等级 那个不是普通人可以成就的 普通自己靠自己很慢 就是阿弥陀佛出名在这边 然后呢 你不需要读很多经书 你也不需要特地坐在那边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闭关 然后躲到一个山区 好像有生死观什么的 然后你还要retreat 就是你要躲在一个地方修行很久 你只要阿公阿婆 你看我们中国有很多故事 就是阿公阿婆 阿玛阿公 他们全部完全不失智的 然后他们呢 其实比我们更厉害 因为两种人很快可以侮辱这个法门 一种就是像慧能大师这种上上上跟的 那就是万一当人中只有他一个而已 那我们其他人 普通人很难 另外一种就是阿公阿婆 没有这种像我们世间人这种缘分 就是要烦这个烦那个 又要操心这个 操心那个 要动点心思 就是要动来动去的 所以他们就很单纯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可以专心 所以讲 他厉害就在这里 对 很好 下一题 下一题是藏传佛教 这个啊 这个其实我没有读到很明确 我就跟他说 藏传佛教也是佛教的一种 而且 我其实看后面 前面我没有读到 我只是说 世界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佛教出现 哪一种形式是正确的 我就跟他说三法印 只要他说无常 就是世界没有一个是永恒的 另外一个法印是无我 就是不要把这个假的当真的 就是我这个我是 家庭是我 这个身体是我 这些我都是一直会变的 那你就不要把它当真 然后最后就是 极灭罪恶 极灭罪恶就是 怎么讲 极灭的话就是 你已经脱离这些生死骨骸了 你不会再重复这些困难了 那我就跟他讲 比较刻骨一点 就是好像 生老病死这种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们 其实后面才会跟他讲 只是我跟他讲一个比较笼统 这个我没讲到这么好 没关系 你这样讲一个原则就很好 当然 佛教他本身强调 本土化现代化 所以他到印度 他能融入印度的一个 社会的背景 对 对啊 而且很难得的就是把这些神明 都能融进去变成护法 这个也是佛高明的地方 这边没有讲到 那本土 对吧 跟本土就融在一起了 对 确实他们有很多 这西藏那边他也是融入了很多 包括我们中国有切兰菩萨 就是我们的观神帝君 对吗 对啊 厉害 厉害啊 我这个是佛法厉害 佛头厉害的地方 什么都能融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谁拥有极乐 谁拥有地狱 谁拥有地狱 谁能以英国审判死人 呃 我跟他说 这些都是 因为我们的原则 第一句就说了嘛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自慧德 这样 建议妄想分别之主 而不能真的 就跟他们讲了这个原理 讲了很久 然后我就跟他说 以这个原则作为出发点的话 每个人都拥有极乐 但是每个人都拥有地狱 而审判因果的 律的人 当然是自己 自己实现出来的 你说 炎罗王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炎罗王也是算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 因为大家都认为是要有一个法官 那当然他就应 世间人的这种想法 而因为一切法重新相生 他当然就是 你既然要有限一个法官 那就限一个法官出来给你 审判 审判一下 其实就是自己的良心 自己的阿赖耶斯 跑出来 我没有讲这样 这样技术 没有这样 这样机械 我就跟他说 就是自己幻现出来的 然后极乐当然也是 以着自己的本性而有 地狱当然也是 因为 你说人间地狱这些都是人为的事情 那天堂也是 所以都是你自己 对 对啊 那个 那个你可以讲一个那个 方东美教授 到地狱去的例子 哦 他不是帮那个东岳大帝办事吗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刨落事情 太残酷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取消吗 然后他们 他没有正面回答说 你先去看看吧 哦 那就看不到 那是犯罪的人 自己的业力所变现的嘛 不是谁给他的嘛 嗯 我谢谢啊 你没有 对 你没有 你没有犯那个罪 你也看不到 嗯 嗯 因为业法从心响生嘛 地狱也是自己的心响生啊 嗯 对啊 嗯 对啊 造了那个业最后会现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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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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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行 嗯 看不到 ok 好 好的 可以包容 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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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呢 是佛教教义 一切结苦 但是为什么我会快乐呢 一些结苦那不是以矛盾吗 因为没苦就没有乐 我就跟他说 我就问他们啦 这样你觉得苦 乐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乐 然后有一位师姐就是见你啊 这十九岁那位姑娘嘛 对 她就说 对 有苦苦嘛 有坏苦有苦苦嘛 她都知道 然后我就讲 嗯 有苦苦坏苦 那我就翻译成为 有些苦是 很明显的 就是好像 痛苦啊 生病啊 受伤啊 那些是很直接的嘛 另外一种苦就是 对 你喜欢的人 不能跟 不能在一起 然后你 你想 你不想见的人 你整天跟他见面 你拥有的东西 有一天会失去 或者你感觉很饱 吃这一餐饭很舒服 因为你饿了嘛 饿是苦 然后吃饭是乐 但是你又在吃多吃完饭 又变苦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对 转变得很快 所以到最后 这个世界根本的元素就是苦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 我们叫做 变 变形的一种 他是从我们自己本来 本质具足的自信 就是自信 世尊已经讲了这一句话 就是说每个人已经本来圆满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忽视乱想 搞到这样子 所以弄到 弄到 弄到 有的 没的 就是变成这样 你知道 就是 自讨苦吃 对 嗯 好 嗯 下一题 下一题 下一题是 请问有几尊佛比其他佛重要吗 应该他也是看到我们拜很多佛了 所以为什么会讲 几尊佛比其他佛重要 我说佛佛道通 没有高下 那个是 基本原则 因为每个人 最后侮辱同一个自信 所以不可能会有高低的 像 这三盏灯 我只给他们 那个三盏灯 每一盏都是独特 那是每一盏的光 没有分界限 融合在一起 所以佛佛就是每一盏灯一样 他们虽然独特 但是他们又融在一起 那 你说 哪一个重要 那个是因为你自己修行 有你的需要 是你的时间有限 所以你不能一口气做这样多 拜佛啊 学佛等等 因为你没有这样多时间 所以你就专心就好了 你就才选一个比较契合你的 嗯 好 诶 那那个 密宗不是有什么 本尊吗 有 下一个会讲 他后面的问题我会讲到 哦 好 那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只向几位 佛菩萨祈祷呢 比如 弥陀 观音等 呃 对 就是在这边讲到了 就跟他说 每一顺佛 虽然同等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要找一位本准 我们叫本准 就是我们本来 我们想要朝向 就发展的目标了 所以如果想发展成像 弥陀的这一位 他的修行道路 那我当然就要重赏 弥陀的方法 因为我时间只有80年 最多80年 那我如果还要耗时间 学这个学那个 学到最后什么都学不成 那门又进不出 进不去那就很辛苦 所以我就说我选定一个 适合我的 那我就跟他介绍 当然就 因为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 你在心谷你也可以念 你开心当然你要念 你心谷也可以念 然后而且他的方法很简单 当然理论很深 你要时间慢慢体会 但是 这个对我来讲很适合 所以我就选阿弥陀佛 就这样 嗯 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佛教是要地球人口减少 因为一切借苦 是否应该停止 算小孩 这个厉害 这句 我就跟他问 这个问题 你不是唯一一个问这个问题的 很多人以为佛教就是出家 很多人以为佛教就是 你知道就是不要 不要管什么东西 你就自己躲在里面 就不要动了 其实不是这样 如果你听到陈德法师在星期六 就是你星期六讲的那个 空嘛 空空 空不是说什么都不干嘛 就是你捐钱啊 三轮体空嘛 你还是要做啊 但是你做了你就不要想到我在做 你受到我的好处 你要欠我什么 或者是这件事情有发生过 一直念念不忘 就跟他讲这个原则 然后就说 该做的还是要做 你以后还是要上班啊 还是要照顾你父母 这个是你的本分 以后你还有妻子啊 还有女朋友啊 你还要照顾他 你还有朋友啊 需要你帮忙啊 这些你一定要继续做 善法肯定是好的 但是你不要执着说 我做了这个那个 认我是非 就这样 嗯 你这个引导比较是 呃 等于是说 不能落空啊 还是要充分 就应该要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 然后 你做了你尽量不要 当然很难啊 但是就不要一直 念念不忘啊 或者是说尽快 尽快清空 后面的这几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会比较 比较赶 我会 我会再延伸啊 就是 经过我们今天讨论 我会再延伸 然后给他们 所以我是从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本来就已经有这些 责任了嘛 不可能你一下子就不要做 那你对你父母亲 要照顾 但 他说的这个 是生孩子的问题啊 哎 哦抱歉我看错了 我看到第十一题了 哦 哦 哦 我有讲我有讲 我跟他讲 呃 呃 不可能全部人出家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恢复自信 嗯 心上要放下 嗯 然后呢 你在这个英语里面 就是在 在练放下 是吧 对 哎 对抹了放下自知啊 嗯 对朋友放下自知 自己的自私自利啊 嗯 嗯 对啊 自己的贪嗔吃慢啊 嗯 嗯 对啊 所以放下 就是在境界里面练啊 所以不冲突啊 嗯 嗯 对啊 你把责任 假如说 这些 父母你都不管了 那不只修不了 还会让 让世间的人 很不能认得 那么 不负责任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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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严重 对我们的误会 就是在这边 嗯 对 要跟他们讲清楚 你说假如 那释迦牟尼火放下 那他为什么讲经事实就 嗯 嗯 嗯 对 嗯 是放下这些 也 恢复自信 就在自信当中 恢复自信的状态 是很自在的 做什么事情都很 自自然然 不会刻意 然后也做得很 尽善尽美 这样子 对 而且你就是在这些静缘里面 放下 嗯 对啊 你看你在孝顺父母 你就 自私了 嗯 就放下自私之 嗯 嗯 师父回到第十题 我是跟他说啦 我们这一个世间 有一天会毁灭嘛 就算毁灭 那个因果还在 所以呢 不管 你这个世界有还是没有 他还会投身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佛教是怎么讲的 好像地狱啊 就算这个世界毁灭 地狱没有了 你还会搬到去 其他的 就像我们现代的 这些 囚犯啊 有时候会换到别的监牢里面 所以这种东西是不可能 没有的 只要人还有妄念 还会有这些欲望 还会产生出来 这些人口 这些就是因为这样才会 其实我没有讲到那么神 因为太敢 我可以跟他们讲 我可以跟他们讲 为什么会有饥饿 因为饥饿就是大家转换到 那个情境的境界 不会卡在这个 情缆啊 一大堆这些无作的问题 所以他就 不会变成地球这个问题 人口减少 因为那边是无量的 对 对 只剩小孩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我是跟他说 你生的 你生的是一件事情 你不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生的 你的那个教育 你要管啊 而且你还要了解 概念啊 要怎么领导 我还没讲到 我跟夫妻怎么合作 这个我还可以很深入 然后 就你弟子鬼讲的那个 应该讲得很深刻 相知相细相爱那些 还有很多 小孩子要怎么教 然后 你不结婚 那个没有生小孩 不代表你可以随便 虽然你没有负担 但是 有很多 引诱啊 就是我从我自己本身的经历讲 有很多这种色啊 的引诱啊 有很多这种 懒惰啊 一大堆 很容易堕落 所以你要找这个方向 给自己去 服务啊 好像要服务这个社会 社团啊 还是 你要有个东西 有个地方可以服务 所以两边你都 你选择任何一条路 你还是要有一个服务的对象 服务的方向 对啦 对 当然就是说 比方说他说要停止生小孩 你说好 首先 他真的了解 人生苦 那他也不是一般的人 嗯 对啊 一般的人 他是听到这些教理 他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那你是有闻到这个教理的佛教 你不生 你不生 你是不希望他痛苦 那你可以不生嘛 嗯 你要生 那你是生 让他来 你好好教育他利益众生 那当然也可以生 嗯 而且 你生孩子 男子育 也不是每一个人 能停得下来的 嗯 嗯 对啊 哦 你想不生 你就能 另外一半呢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 就是说 不一定是人能 独宅 的事情 嗯 嗯 对啊 您是说好像说有时候 他们没有计划生育 结果不好心就出来了 对啊 你看有些养生 几十年生不了 嗯 有些人不想要来 但是他一直来 嗯 对啊 计划生育不消 失效 嗯 计划生育 你说实在的计划生育 你真的控制了吗 没有啊 变成堕裁太多了 那是他们很多 这个概念啊 抱歉师傅 我知道您 您出家人啊 不好这样讲 那是 不是该讲不该讲啊 因为我们这边 软着的很严重 尤其是澳洲 这个社会啊 怎么说 就他们有个概念就是 哦 只要有那个保险套呢 我们就没事 可以继续 做那些东西 然后 然后只要 只要有安全措施啦 这个所谓的安全措施 那就可以没事情了 可是这个都是 对啊 欲望来的时候 嗯 他一次都 嘛 对啊 有些人就是说 哦 为了要刺激嘛 要要因为粗嘛 粗受 对啊 就要脱掉啊 对啊 其实都没有他们想象中 那么简单啊 事情一来 整个人理智都没有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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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讲这个 这个也是警惕之情 你假如说 你假如说都有用 剁裁的那么多嘞 是吧 啊 那个问题好大嘞 师傅 我都不敢讲你之后 对啊 啊 所以难呢 在四十二章经就说 还有一种习气跟一样 人就出 就光是这一点就挺挑战的 抱歉师傅你刚刚断线了 你说四十二章经有一句 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 就是这个男女之欲 哦 四十二章经 佛说 你还有一种习气跟男女之欲一样啊 那就 人就出不了轮回了 嗯 那就代表 他的力量很大 哎 这个我赞同 深受其害 那得要有善巧方便 师傅我明白为什么天人啊 就算他们走到这个欲界天啊 越上面哦 他们虽然没有形影 但是他们眼神一对望 就成了夫妻嘛 哦 这个我深受体验啊 你就眼神对望 如果你不小心动了那个 哇 那个力量够强 真的是吗 对啊 对啊 眼神啊 真的是师傅眼神啊 这个那个身体的接触 那个还不是最重要 那个眼神 太难了 了解 好 好 最后 最后一 这位孩子的最后一题 这位孩子的最后一题啊 然后今天你还有两题 抱歉了 嗯 嗯 我们会投身为植物吗 是这样的话 素食和食物不一样吗 呃 对就是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 嗯 嗯 我就跟他先说 我们有一包正包 然后我们有树精 因为我跟他说 图文吧的 那个树精 他会要求法师不要 这样找伐木 给他们七天通知 而不是三天 因为台湾的效率 跟澳洲效率不一样 他们就笑了 嗯 然后 回到这个正题 那我们这个故事就说了 有树精 人家住在这个树里面 那当然树本身呢 算是一包 就是说每个人是正包 你旁边的人是一包 这个是互换的 那植物本身他就是因为 啊 这个我很难讲 我就跟他说一包 真的 植物是无情众生的 嗯 它有法性 但是他没有灵 哦 是灵 住在他 灵魂住在他上面 他其实没有灵性啊 也不会有 对啊 是有啊 他有法性 法性 那法性跟灵性怎么个分别 灵性他就是有情众生 跟无情众生的 灵性是有情 灵性是有情 你死法界 这些都是有情众生嘛 啊 对 你矿物啊 植物矿物 这个是无情众生的 这个情是怎么个解释的 我知道我们人生是有情啊 有感受 他有感受啊 他会动 见闻觉知啊 那他会报复啊 对不是 嗯 对啊 谁知道答案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他 就是他是物质嘛 那物质当然会受 受精神的影响 哦 哦 对啊 你这个身体都受你精神 嗯 对啊 你物质是精神变现 嗯 所以才有遗报证报之说啦 对啊 你的念头 都好了 那个物质变好啊 所以主宰的人还是属于有情 在主宰这些无情 有情是根本 所以为什么能转进哲同如来 是因为他可以转换整个 好像甚至地球的轨道啊 世尊都有能力转 所以他已经可以走到那个地步了 他已经走到那个 那么深刻了 对吧 嗯 受精神影响 主宰者还是有情 所以我们吃植物 当然伤害肯定跟那个 吃肉的那个分别不大 而且我们伤害的点是在于 对于环境 不要说灵性那个精灵啦 因为那些动物啊 可能如果无故砍伐 会影响到动物 所以还是回归到有情的方面 ok 对啊当然 哪怕是无情 你也要 对 爱护他也不要糟蹋他 就像我们身体一部分而已 也是一部分 对啊 你植物你吃东西也不要奢侈 是 主宰者 也要动 对 不要浪费食物 比如不浪费食物 对啊 好 那师傅我们还有两题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好 不好意思 打扰你一下子 哎呦 我重新发在这边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好 那请师傅 慈悲开始 我重新录制另外一套 因为这个给 请不吝赖 我 好